我們要給老師看一下RSS訂閱 RSS訂閱跟我們一般看網站最大不同在哪裡? 平常老師您的資訊大部分都來自哪裡? 平常如果老師您要导資料的話 最常去的除了一般性的網站 還有就是部落格對不對? 部落格 那我想要問一下老師 請問您回家或者教室裡面 一打開電腦上網之後 您最常去的是去哪裡? 好,現在我們大部分去上課也好 居然你最常去的叫FB 哈哈哈哈 真的啊,各位學生也好 進來就是這個打開 很可怕 那重點是您平常最常看的資訊的地方 除了email以外,大部分都是網站 那您上課請問您一次會看多少網站? 還有 老師,我的最愛 在這邊 在這邊 事實上因為我要關注的網站 要關注的事情很多 那現在大多數的網站都有提供RS的功能 所以我不用去每一個網站去追 它的到底有沒有更新 因為有些網站更新快,有些網站更新慢 所以您看到 我一進來之後 這個有嘛 我進來之後就看到了 那我可以看首頁也可以 我就可以看到這個網站這個網站有沒有增加很多 那這裡就好像我的知識庫一樣 我可以去找到說 看看哪些 比如說像這樣 那我也都有做關鍵字的整理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進去 如果這個是屬於哪一個的部分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是2012的 如果有這個動畫 我就把它勾起來 信號 然後呢 幫他做個關鍵字 比如說 我們往下這邊 我就幫他把關鍵字把它放進來 比如說這是Windows的 有沒有 你看Windows 718 這個2012 那下次呢 我就可以找到 很容易找到它 比如說 我今天如果想要看 因為資訊裡面一定有重要不重要 我就看有加信號的 有沒有全部 這邊它就會列出來 您瞭解意思 我不用去每個網站去特別找 剛剛也支援關鍵字的搜尋 這樣是比較快 我一次搜尋就搜尋 我指定的那一些網站 我可以把它訂閱起來 那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一次呢 就可以掌握非常多的網站的更新 我不用一個人去看 那這些東西到底會在哪裡? 比如說您如果到那個 那個 像 Vlog 好的 比如說像我這邊 您一定會常常看到一個符號 哪一個符號呢? 再往下一點 這個 有沒有常常看到這個符號啊 這個 這個叫RSS訂閱 對呀 按您訂閱了之後呢 比如說你看我在這邊按一下 他就會問你 因為 不是只有Google可以看這個RSS RSS有非常多的軟體都可以看 所以你想用Google的也可以 你想用個別的軟體 都可以 您只要告訴他你要用哪一種 我就要加到Google 好 那他就會問你要加入的是 Google的Homepage還是Google reader 那我剛剛那個呢 叫做Google的閱讀器 就是右手邊就叫Google reader 好 因為左手邊這個服務 這個iGoogle 他應該明年就會停掉了 所以我現在都是叫他右手邊這邊 好叫他右手邊這邊 所以這樣的話 你這個網站 你就不用天天來 順功 換我攻心 那天麻煩 你就直接 就可以隨時掌握 他把資訊推送到你這邊來 這樣就變得比較簡單 那這個呢 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叫RSS訂閱服務 你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大部分的網站 還有 附六格 甚至那個什麼 移民網站有的也有 所以其實蠻多的 因爲RSS已經推廣一段時間了 只是說 用的人 可能大部分都是比較 賺度使用者比較多 那一般的使用者也許還沒有發覺到RSS的好處 那當你了解這個好處之後 您去 關注一下 因爲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有 很關心 比如說像老師有經營 學校如果有那個班級網頁 對不對 您也許每天上去看 但是不見得有時間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RSS 因為很多學校 現在的班級網頁 是用部落格的方式做的 他們也有提供RSS訂閱的服務